大家好, 今天想講一個個案分析 我節目是分析很多男性的心態 女性的心態都要慢慢去補完 有些女聽眾都找我 我盡量抽, 不是單單有得講 因為太簡單就沒得談 她形容得挺仔細的, 我就講出來給大家分享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大家也要知道女性在 dating 或者被追求的過程的心態 其實她們很多時候都是想被追求 但不知道怎樣表達 或者是怕被社會覺得我好像變得沒有矜持 就變了不出手 其實女性都可以出手 在這個世界上 不單止是男人 今天事不宜遲, 分享 我都徵同這位聽眾的意見 我盡量改少少她的內容 Hello, 我是你的女聽眾 女中的男, 有問題想請教你 希望你不要介意 long story 和太細節 我和一個男生曖昧 但曖昧了幾個月, 還未發展到下去 先講一下背景 是同學來的 當初感覺到她是在追求我 有時會打電話來問一下功課 有時在這個學校 我正在找書 她說等我一起離開 其間都有玩一下我的頭髮 像是在追求我 但因為那時候 我有喜歡的目標 對她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都是保持普通朋友關係 還有後來被我發現 她同時在追求另一個GOOD MAY 之後我和她淡了 去到整個BREAK 然後才開始熟 有保持WhatsApp 她認了她當時喜歡GOOD MAY 但女兒對她沒有什麼 之後她又放棄了 那裏加少少意見 這裏挺有趣的 她說了少少男女一開頭的曖昧 那種感覺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過一剎那 轉眼即勢 她玩你頭髮 之類的確是RI 那時候你就要接 但問題是 那時候你的心態就是 你也有TARGET 變相冷落了她 又送了IOD給她 過多的IOD 就會導致男生的熱情冷卻 很正常 我自己覺得這個男生 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你不受交 那你去GOOD MAY受交就可以了 去交你GOOD MAY 我覺得都很正常 我覺得這個女生 也不是太過小家 當是一個一開頭 都沒有所謂 交她GOOD MAY不交她GOOD MAY 將來有機會才發展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總之保持Mindset 就是說 別人追求女生 也不要阻礙別人發展 你不喜歡別人 你放生別人 將來 大家都未開始過 將來有機會的 或者可以發展到 好 接著下一段 我一直都保持Whatsapp 然後 去到某個月 因為一些事情 我跟她熟了很多 又開始 越來越談得多 甚至是 每次聊天 都聊了兩個小時以上的電話 有一次她就說 她從來都沒有跟我吃過飯 單獨 所以就開始做第一次約會 但是好像是我主動約的 都是普通朋友吃完飯行街 沒有身體接觸過 幾天後 我在學校 因為一些事情 不開心 就哭了出來 有個時刻 在我跟她在樓梯等電梯 那一刻 感覺到她想做些事情 去安慰我 我又很害羞 不敢抱下去她 之後 又一群陌生人進來等電梯 搞到我們很尷尬 就沒有做些什麼 就是這樣 失去機會 那晚她也打給我 關心我 和WhatsApp 我 說回想借的肩膀給我 簡單來說 她們互相送出RD之後 以為沒有 以為完結了 結果再打開 你看到她 她有些機會 可以有些強化的 升級的身體動作 但是做不出 因為朋友鬆太久 和自己緊張 正常 因為你年輕 你們兩個都年輕 對拍拖 或者對珍惜 未必這麼了解 當你珍惜 那些人 其實 唉 那一刻 抱就抱 我也不知道 有沒有明天 坦白說 當你人生 有一種覺悟 你就會明白 有時身體接觸 是會更加珍惜對方 有那種身體接觸 不要說拍拖 或者是怕尷尬 有時就是這一下 就能夠攤著大家 倒轉來說 你又不需要 特別的時刻 才去抱她 譬如你 這件事這樣計 你是因為 有些事不開心 突然之間 想和人抱抱 倒轉來說 你可不可以 因為有些事 而開心 而抱抱她 是一樣的 跟她嬉皮笑念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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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一樣可以的 只是沒有分別的 即是你不開心 開心都可以做 甚至是沒有感覺的時候 突然抱着,再解释到感觉、也行 有时候抱关系就选择了,和你玩了 这样才会得出那种开心 所以其实max 爱情政府就是有很多玩法 别施限制那个时刻 我奉献大家,比如 Л precisa 混爱女士也有这样的道理 有些网友问,现在要问 first kiss,抱抱抱抱��니 用不需要很特別的時刻才做呢 是絕對不需要的 你等得來都會蚊睡 約會都完蛋了 有時很惡劣的環境 我講過都是這樣做的 當然有些時刻是漂亮的 會令到氣氛更加好 甚至是因為人是受情緒影響的 你開心的時候當然容易拖過你傷心的時候 你嬉面的時候 你憤怒的時候 這樣算的 有時應該說錯了 如果你傷心的時候都是以攬以拖 但是憤怒的時候就未必了 當一個女生情緒很欺騙 很憤怒的 你很難拖很難做一個行為 因為她的情緒都已經是很防衛性 亦都講出香港的文化 香港為何欺騙女那麼多呢 因為負面情緒太多 他們公時過場 很多問題 生活壓力大 令到她的負面情緒 憤怒之氣 那個憤怒之情很大 所以有時男士去拍拖 去約會 有些身體接觸 她都隔手隔腳 這可能是其中一個成因 當然我沒有實行統計 但照樣看情況應該就是這樣 所以我自己覺得沒有特定的時刻 經過這一次 你覺得不重要 打開告解給你 每分每秒都可以做一些親密的行為 或者一些拖拖攬攬 亦都可以升溫 不一定是那一刻 好 接著 去到 考驗的時候 就開始 各有各忙 淡了下來 接著 我去旅行 那時候也有 維持WhatsApp 還想買東西送給她 但之後她突然之間 淡了很多感 包括會男剔我 她之前從來都不男剔我 沒有之前主動找我 她有約過我一次外出 但那天我真的不空 所以推了 後來我也有約回她 但她又好像不空 最後都沒有了 正常的有時候是這樣 可能有這樣的可能性 可能女兒 我們男生都會這樣看 女兒又不是很漂亮 又好像釣高來賣 我又不是很想溫 我又有幾個target 在溫中 所以變相就是 慢慢會出現藍剔 即不想回這條女兒 免得麻煩 可能自己又 可能打遊戲又忘記了 忙忙忙就忘記了 所以有時候水溫 是很快的 一個星期要建立出來 那個dating行程 即是要保持有dating 每個星期都要 不是水溫很容易 不見了 之後又回大陸 玩了一段時間 約不到她出來 去到月尾 再dating一次 那次我有借Di 過馬路 招下她的手感 聽你這樣說 給她一些訊號 表示對她有意思 但最後都沒有什麼 後來她WhatsApp我 說 我那天穿得挺漂亮 和在這裏想 如果那天和我拍 如果我們拍一日拖會怎樣 我朋友就說 她說得出這句 就是對我有事 之後就約了出來Date 那天出來 後來直接手拖 即是手都拖了 我逛街友 繼續拖她的手 之後過馬路 她捉住我的手 因為我見她是捉住 不是拖著 我就順勢轉姿 拖下去 但我感覺到她 不是緊扣 這樣拖 鬆開了一點點 我覺得她不太確定 喜歡我 之後我就鬆開了她 拖回她 後來看電影 看鬼片 她也有抽一下我水 摸一下我手臂 但我就沒有行動了 好了 這一段 就是 她聽了我之前 我講過的意見 她真的有做到 這是好事來的 你不給她的訊號 別人不知道 你當她是朋友 還是什麼 是不是情侶 有些害羞 或是 月力不豐富的男生 其實很多男生 在情愛上 的月力豐富 都是不夠的 月力豐富 都是不夠的 所以 會導致 那個 你究竟在放RD 還是IOR 我真的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 有些男生 也會害怕 所以不會再進一步 部份 只有僅少數 的 或者有月力豐富的人 她懂得破 你 假性 RD 比起我以前 我自己都不會分 你說我以前 有沒有那些女生 繞我手 那些 其實都有 那時候 我真的不會分 後來 約光年後 經歷了這麼多事 到今時今日 我當然 如果有時光機 我當然是掛醒自己 你為何不拖下去 就是這樣 所以 男生 都是有個歷程 你不要說 有些男生真的不懂 所以 你給個釋路 是一件好事 最後 這個女生 都成功地 被人拖到 當然 力度不夠 代表那個男生 信心未夠 或者 他自己本身 也十五十六 可能在等待幾個女生 或者在選擇 之類 這樣 但是 好事 你這些拍拖禮儀 做足是好事 來的 就是 翹翹手 這些很基本 你說 這一招在哪裡 其實外國很流行 就是 部分港女會認識 但大多數的港女是不會認識的 有時真的要教一教一些港女 有時可能你女朋友不認識 你都要教一教她 很多時候 我見到很多香港的情侶 尤其是 就是 那個男人在那裏 抱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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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老美 那些港女 就好像整個老闆 整個木 這樣站在那裏 就是 我看得出 那條女 又不是說 不是情侶來的 真是情侶來的 但是那個港女 那個性格已經促成 那兩雙手就手扯扯的 在那裏空出來 甚至要男人拿東西 等等 其實呢 你的手空出來 你可以抱一下她 摸一下她 摸一下她的腰 摸一下她的屁股 那個位置 也可以 摸著她的手 也可以 那這些 就是 先能夠 就是說 那個男生才會覺得你是一個 值得欣賞的女生 才會覺得 哇 很有girlfriend 而不是一個死港女 所以這些習慣 一定是要養成的 這是一件好事 好了 那 然後 他有一段 對 他都說 感覺到她的手鬆鬆的 這個是對的 如果 我講過 如果你約會 你想知道這條女 是不是對你有意思 你拖下去 就很明顯的了 你拖緊她 你感覺一下她的手 那個力度 是會感覺到的 當她越來越大信心 她就會拖緊你 甚至如果她不認識的話 你也要教一下她 事實上有些女生是挺合適的 好了 最後一段 是否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 自問已經很主動 很多時候都是我找她 Whatsapp 先 Whatsapp 連Dating 都是我約的 Signal都給了 就是不明白 為何連手都拖起來 都好像發展不到下去 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 還是她還未定性 根本不是想跟我拍拖 想再選一下 喜歡一個人 怎會不約人出來 或者是找我來攝時間 我也有問過她的Status 她只是說過中學追過這條女 但後來就沒有選擇跟她一齊 最後這條女 跟了第二個一齊 她才後悔 但她就不肯答我是不是A0 心已經很累了 對著她這樣想 是不是自作多情 不想每次都是我做主動 我約我找她 但好犯賤地 每日都忍不住找她 好想知道她怎麼看我這段關係 又不敢出口 如果再一次Dating 我還可以做些什麼 Fan so much By the way 希望Channel可以說多些 女溝男 在男性角度 喜歡女做什麼行為 那些問題 這樣就 這裡都 回答她這裡 我已經回答了這個網友 這裡再 如果你聽眾又遇到相同的個案 應該怎麼做 其實都沒有什麼怎麼做 首先 現在的定位 就是那個男方站在上把位 女士又站在下把位 自自然而是下把位 就會想 整天招屍霧上上把位 想約她出來玩 而上把位 就不頂不吊 很明顯 還有我感覺到 在行間 這個男生都有些少少未夠坦白的位 有兩個可能性 一來她是蛇仔 她有些蛇仔性格 簡單點說她在追求幾條女 其次就是自信心不足 你要慢慢去撬開她的心窗 你才知道她內心世界 因為她連拍拖的次數都不告訴你 明明都搭了情侶模 都未夠坦白的 只有這兩個可能性 依我所見 而她變成蛇仔的機率 我覺得就低一點 因為如果再蛇仔 當然是嘴了再說 吵了再說 洗鬼跟你拖手 在談情嗎 所以我反而是 覺得她有些少少自信心不足 這樣就你要 她都說了 她自信心不足 是來自於上一次 拍拖的時候 追求女生失敗的原因 失敗了 誰知道女生被人追求了 自己更昂貴 可能導致她有少少這樣的陰影 都不奇怪 但沒辦法 有時你拍得辛苦 你都要殺死了 你無謂對著一個 有一個無無自信的男生 在那朵前 你可以想成這樣 你可以慢慢導她向旋 就是慢慢令到她有自信 都可以的 但你要設定一個統緻 這是不可以長期照顧孩子 你也可以 下次待會 你真的直接問她 我和你是甚麼關係呢? 尼清也好 永遠愛情都是沒有曖昧的關係 我曾經看過那本書 那本書就是一句 已經點醒人 愛情從來沒有曖昧 一就一,二就二 你既然入了情侶墓 你其實是無所不問的 對方都要誠實作答 基本上就是 你既然想問我和你是甚麼關係 就問吧 好過你自己又睡不著 又惹想又惹想 要燃燒的 就更加撇脫少少 對吧 你自己也有自己的 你自己也有自己的心情 你也不能夠 那個男生不頂不吊 你都在那裡遷就他 對嗎 所以你又叫做 你女士做主動的行為 這樣你再看看那個男士 究竟他是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好了 最後 最後 男性角度 喜歡女兒做甚麼行為 這樣 這裡講少少 其實就好像日本妹那些 這樣 即是 即是 這些就相當之威風 大哥 你叫個廣女煮食 真是 十個都十個都不懂 然後 偶爾 可能說 見到個男朋友辛苦 請一下男朋友吃東西 當然不是說 餐餐 一餐半餐 其實 男生都會開心 有時 這麼會做的女朋友 不用你請了 今餐我請 倒轉 有時會是 即是 有時你是拋磚引玉 有少少他做 你請他都沒有所謂 但有時都很有趣 有時男士都說 不用請了 我請 倒轉 都會這樣 但男士會心領你的心意 即是 你這個小尿衣人 竟然 都很會給面子的男朋友 這些就是 令男士開心 還有很多 一系列的 例如 不講女 例如 不會遲到 通情達理 講道理 正能量 這些全部都是 有很多 這裡就 隨便提一提 這裏的事例 講到這裏 講到這裏 就 即是 他會不會找你 攝時間 我自己覺得也有機會 所以你的情感比例 去到拖手 你還未kiss 所以你要控制 大概 如果100%的話 大概5至10% 你kiss了 那就加多10% 即是 他未屌你 其實都未說 一個很肯定的情侶關係 只不過是一個初步 所以 有時候 人就是 在愛情的世界 你要控制 情感比例 尤其是 一開始約會 近乎是零的 接著 再相識之後 他拖手 接著 給多一點 踏上去 今天講到這裏 如果你有愛情 有很多問題 或者你愛情有些個案 想找我分享 也可以E-mail 給我 如果想玩 Day Game Night Game 也可以找我 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收聽